我去中國畫的台灣史以來 去孫中畫只是 他中間的一套 過場裡面的一部分而已 包含的去講 去中 去孫 在歷史課本的 我們台灣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這個是他的一系列 這是不意外 甚至前幾天還有 我記得好像有某立法委員 他們就在準備在立法委員提議 提案要通過 就是以後開會 都不用去向國務 都不用擺孫中山的遺項了 對不對 以前我們都是開會的時候 要向國務一向行30公里等等之類 這個都是要 準備要把它去除掉 他們一個名稱就是要去威全化 去威全化 這個東西它是一系列 一方面是我從教科書 幾十年前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是復興基地 是三民主義的摩漢省 對不對 簡單講就是我們是 孫中山的傳人對不對 現在變成孫中山的傳人 就是在大陸了 未來幾年 如果你在這樣子 這樣子一來一往 將來以後我們要解釋 孫中山的話語權 那就一定會到大陸去 不管是在教科書 或者是在制度上面的 實際上面的 這個孫的地位 就必然的一定 不但說去孫化 到最後大家很多小朋友 很多我們的後代子孫 就完全不了解 孫中山是何許人物 他就把它當成他是一個外國人 外國的領袖 跟我們台灣是八竿子都打不上 這個是他最後的目的 其實這個東西 不管你是去中化 去講化 去孫化 到最後都會變成是一個 虛無飄渺的去歷史化 因為你把這些東西 給弄掉之後 其實台灣史本身的內容 它是很空虛的 它真的是很空虛的 如果它的地理位置 它的空間 它的時間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去掉的話 跟中國有相關的東西 跟我們老祖宗生存生活的 相關的東西全部去掉的話 那台灣史跟台灣的未來 一定是處在一個 虛無飄渺的那個環境當中 因為沒有內容 1990年代之前 我們是用國立便利館的 國立便利館裡面的 就把 你管的是哪一個版本 有民國50年版 有60年版的 68年版的 不管 還有國民義務教育版的 我們不管 那叫做國編版 國編版裡面就把孫中山 用專章專節的照片 專章專節的來介紹 1990年代之後 我們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 就是李登輝他推動認識台灣 從認識台灣之後 把台灣跟中國史三分天下 還有世界史三分天下之後 中國史的記載就大量的萎縮 大量的 從此以後 孫中山就不斷的 跟他的革命事業 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他就不斷的被萎縮 是 孫中山在國編版是一個主角 到最後變成你今天所看到的 乃至你現在所看到的 就108年的最新的那個歷史科剛 孫中山就變成是 撩背一個可有可無的歷史人物 史學乃 史料之學對不對 你就是要呈現出 考據歷史的真實的現象 就叫歷史自明 但是我要講 教科書跟學術研究是不一樣的 教科書是要傳達一個國家的 立國的精神 跟他這個文化 這個民族 他所賴以生存的根本是什麼 在108年課剛 待會兒 見鍵活髦 間社呔 そして 你習拉得 maar 一個 globe iva anta 也 能分้ 你看 中共